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极富塑造力的肖战,多领域乍线。 这样的颜值可以说是怎么穿都好看呀,可是他竟然把气场还捏得这么丝丝的,可甜可咸。 在电视剧里的他也是多种风格轮着试,不断地去夸大自己的维度去尝试新的可能。 实力这种东西都是从一次次的学习中得到的,肖战就是一个一心学习。 生活低调用作品去诠释一切的艺人。 古风的他,183的大高个,优质的气场,投入的演技,让他在角色的塑造上活灵活现。 从一次次的演绎中,最最被大家称赞的是未无限,实力高于颜值,用实力说话,令人认可。 生活中的品味也是被各大品牌所认可,很多大品牌都向肖战抛出过橄榄枝。 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大男孩子,不是科班出身的他,还用自己的行动取得了话剧表演的机会。 画剧可以说是一个难度打满的演出,与影视作品相比,它是不能失误的表演。 舞台上的角色就是你,你就是角色,要完全融入投入进去。 如梦之梦这个2000年开始的话剧,偶然的巧合五号病人这个角色空了出来。 在选角色时,制作人明显地表明出了要求,不排斥明星。 但是更看重有没有大演员的前置,重要是塑造力。 可以说肖战能取得这个角色,对自己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。 这种不断尝试不断进去的偶像应该大家去学习。 做出自己的舒适圈,敢于接受新的挑战,人生的高度才会更高。